嗨大家好我是烏尾 今天來開箱介紹一下 之前我一直很想要拍 但是我重拍了好幾次都拍失敗的傀儡 12號 好最早我是在 台景賽的時候有一點時間我認真的 看了一下這兩顆方塊 雖然這兩顆更早之前就出了 但是因為我一直聽到玩家對我建立 這兩顆一定要開一下介紹一下 因為原本我認為他只是一個就是一般的 小異形小變形那種方塊 因為他價錢也不貴 然後定位上面感覺就是比較入門的感覺 但是這個很多玩家就被他騙到 因為他看起來簡單 實際上他很不簡單 來我首先先來看1號 長這個樣子 然後這是2號 2號就是比較多的小鴿子 如果我們不要看變形的這兩這三個面 我們只看這邊 你就覺得他這是一顆 便宜入門定位的二階 因為他表面的質感啊然後 圓角也很小 感覺就是一顆沒有 很好轉的方塊 有沒有 看起來是一樣的 但其實 你一轉之後你就真的會被他嚇到 好他也有容錯 好如果我只看這樣子 我覺得他有點像 三階改的 然後把腳塊加大 然後把一些地方屏蔽起來 就是把他 綑綁起來 所以他可能是一顆 偏心的 三階 然後 綑綁成二階的變形方塊 那實際上應該 大概就是這樣子 只是他的綑綁 讓人家覺得會很 很眼花 因為你一開始你找不到他 哪邊是中心 然後 哪邊是腳 而且他很多動作是受到限制的 像這樣子 有沒有 就過不去了 過不去了 那過得去的地方你很難掌握 有些這樣 這個沒有打很亂 我今天這個介紹 不打算把他轉回來 有些地方就覺得 這個轉不過去 自由度不是很高 然後他同時出了一號跟二號 不知道有沒有機會再出三號是 再做更多不同的變形 其實這樣子變形 是很好看的 而且 簡單的一個設計 然後讓很多玩家 就是跌破眼鏡 我覺得這樣子的設計 非常值得 贊賞 差不多了 弄成這樣子 我們來看二號 二號他的自由度比較高 因為我那天試轉的時候就知道 他的中層可以 獨立於這個 邊角 然後去轉動 所以他有些轉動 中間沒有 歸到位的話就過不去了 會卡到 自由度比較高呢 意味著他可以打的 比一號還要再更亂 看得出來 因為他的小角比較多 小角 小邊 小中心 這樣子轉 我覺得我被卡到的機率變得比較低了 比較沒有像一號那麼容易被卡到 他卡到都 比較多都是中間 我是真的沒有打算把他轉回來 我上一次感受到 這麼困難的方塊 是那個 那個 飯星的水蜜桃 我真的被水蜜桃搞死 上一次轉水蜜桃的時候 我轉了兩個小時吧 就就 定在那邊完全沒有任何的進展 因為我看起來像那個 那條線 水蜜桃有一條屁股線 然後那個線過不去就 很難接上 弄弄很久 不過這種變形 跟那種 水蜜桃那樣子 三接 至少你知道他是 怎麼變 你有個方向 這個的話 乍轉 幾下 我覺得 根本就沒有什麼方向 打亂完之後 你要復原了 那我就找 我要把白色 湊在一起 看起來好像有了 然後再來再來再來 又來一個 最後是這一個 黃色 那個黃色 在這裡 是這個嗎 你還不確定 就是這樣 我都不知道我在幹嘛 對啊 你 你原本熟練的公司在這種地方是完全派不上用場 中間層卡到很麻麻煩 應該跑掉了 好啦今天這個我覺得算是很很粗略的介紹 我的用意其實是推薦你 一定要玩玩看這兩顆 如果你沒有買沒關係 你看看同學 或是朋友有沒有 買這一顆的 跟他借來玩看看 他完全沒有 表面上看起來的 這麼簡單 而且這兩顆我看的價錢 超級便宜 一定要去試看看 你不說沒關係 我真的建議你要玩看看 這個就 很久沒有這種 頭腦打劫的感覺 OK 好我是吳偉 那我們就 下一次頭腦打劫見啦 OK拜拜 拜拜 一號因為 他每個動作其實都會帶動中層 他其實比較 比較像二階的感覺 一號他每個動作中層就會跟著動 這個就二階的概念 二階他一定 正常二階他 每一次轉動一定要帶動中層 二階每次轉動一定要帶動中層 二階每次轉動一定要帶動中層 所以一號的概念 比較像是二階 就這樣 他就不會有中層亂跑的問題 就 至少 轉起來比較不會那麼討厭 因為中層跑掉的話 其實蠻討厭的 但是我覺得難度 可能是差不多 然後現在換二階 二號二號 好二號的話 二號的話就 就 他就比較像三階 他比較像三階 只是他把三階的幾個角 做大然後 包住邊這樣 看起來就像個二階 所以 這個的概念比較好 因為他很像三階 只是 因為 時機轉動的時候你就要考慮到 腳快的那個 所以二號的那個 自由度高一點 他也不動作是比較容易做到的 比較容易 相對 外型看起來是很像 所以 然後我有時間 我再認真的 來 考慮 思考一下 這個技能 反正這兩顆應該都是用三階的 想法吧 三階然後 搭配一點 bandage bandage 我覺得就很難了啊 下次再來開那個 DIY綑綁那一顆 啊啊啊啊啊啊啊